迫及路的沙漠蝗虫灾害席卷了非洲和亚洲多国 本次蝗灾去年12月始于东非 其中肯尼亚的灾情70年来最严重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也是25年来最严重的灾情 据估计这三国的蝗虫数量达到3600亿只 严重威胁当地的粮食安全 上周漫天的蝗虫继续入侵东非的坦桑尼亚 乌干达河南苏丹 另外一只蝗虫大军则是从今年1月以来 一路向东沿着鸿海两岸侵入苏丹 埃及沙特 也门 阿曼 伊朗等国 之后继续向东入侵巴基斯坦和印度 印度作为全球粮食出口大国 本次遭到约4000亿只蝗虫的入侵 555万亩农田受害 有印度学者预测 该国的粮食将减产30%到50% 蝗虫逼近中国边境 大陆民众也担忧 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际 蝗灾同时来袭将雪上加霜 大陆媒体第一财经 引述北京专家的预警 不排除蝗虫通过中南半岛 进入中国云南广西 进而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 这也是去年草地摊业额 进入中国的路线 另外专家指出 草地摊业额去年入侵了中国 并在中国定值月冬后 今年可能全面爆发 如果叠加爆发蝗虫灾害 将会是种植业的灾难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naw 感谢观看